大家好 欢迎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芬妮 今天是温哥华当地时间9月19号 以下是我们的新闻 总理特鲁多本周接受著名杂志麦克林专访时 关于对华裔女孩申小雨被害一案 首次做出回应的事件继续发酵 英文媒体The Rebel Media针对此事发起签名请愿 把华人当二等公民 特鲁多必须向华人社区道歉 作者在文章中说 13岁的女孩申小雨被谋杀了 警方指控亚伯拉罕阿里一级谋杀罪 阿里是特鲁多带进加拿大的训练难民之一 这是个可怕的个人悲剧 但这个罪行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特鲁多曾保证他不会带进单身的 兵役期年龄的男子作为难民 他曾保证他会对他们进行深入的背景调查 但是他没有做 现在一个美丽的年轻女孩死了 整个社区处在悲痛之中 阿里被控谋杀已经一周 但特鲁多还没有访问受害者家庭 甚至没有对这可怕的罪行公开说一句话 相比较今年一月在多伦多的一个穆斯林女孩的案子 他指控一个亚裔男子用剪刀剪他的盖头 是种族手摁攻击 那个案子一发生 特鲁多立即发表公开声明 谴责这个攻击是仇恨犯罪 但那是个恶作剧 那个穆斯林女孩瞎编了整个故事 警察说这事从未发生 他自己捡了盖头来诬告一个亚裔男子 离谱的是 他从没有因诬告向华人社区道歉 特鲁多也没有道歉 到今天为止 他还没有改正或撤回他的公开声明 为什么 看来特鲁多一年中 只有一天关心加拿大华人社区选举日 其他时间他忽视这个社区 或者责难那些他们没有犯的罪 现在看来 一个华人女孩为特鲁多的危险政策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特鲁多从序列亚那么危险的地方 没经审查就带进移民者 这必须停止 请签名要求特鲁多向华人社区道歉 因为他错误地谴责华人犯了他并没有犯的罪 因为他对国家安全如此掉以轻心 因为他对这起谋杀对华人社区造成的痛苦视而不见 在加拿大 我们不应该受到罪犯和恐怖分子的伤害 这是特鲁多最重要的工作 他需要被告知这一点 托儿所里挤满了孩子 有的孩子躲在沙发后 有的孩子竟然被绑在椅子上 一位可爱的微笑男孩 在托儿所里因为颈部被电线缠绕而窃息死亡 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温哥华 这个爱笑的小男孩名叫Make 事发之时 警察一天就满16个月了 9月18号 悲痛而愤怒的父母走上法庭 控告日托中心的经营者 以及监管部门温哥华沿岸卫生局 BC省儿童与家庭发展厅 一手造成了这样的悲剧 去年1月18号 Make的爸爸妈妈塞安尼及谢珀德 像往常一样把儿子送到了温东的一家日托中心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绝 被他们视如珍宝的宝贝儿子 突然之间被夺去了生命 对父母而言 生活一下子就陷入暗无天日的黑暗 Make的妈妈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天 那天下午她去接孩子时 发现这家日托中心外面停着一辆消防车 接着她被一名消防员带入现场 据CTV报道 Make的妈妈当时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 日托中心里挤满了孩子 有一个孩子躲在沙发后面 还有的孩子甚至被绑在椅子上 她艰难地走上二楼 发现小Make躺在地上脸色苍白 她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儿子已经没有了呼吸 法庭文件中显示 Make的父母称 根据他们后来了解到的信息 事发时 Make无人看管 因电线绕井直袭才死 很难想象 得知孩子身亡细节的父母会是怎样的痛不欲生 而这样的悲剧 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据了解 致命事故发生在温东 桑吉拿街和商业街交口的一间房屋内 这家无牌日托中心在2010到2016年期间 曾先后五次受到警告 其中四次涉及照顾过多幼童 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家口碑恶劣的日托中心经营者 竟然从未受到任何处罚 除此之外 这家无牌日托中心在广告上 还谎称自己是合法机构 但实际上从来没有获得过相应牌照 而根据BC之前的法规 Mick的爸妈在替孩子选择幼儿院时 根本无法得知这些情况 幼儿院的资质及相关投诉 完全没有对公众公开 Mick的妈妈表示 儿子去世之后 他也患上了很多疾病 包括焦虑 抑郁 流产及创伤后遗症等等 而事发至今已经超过一年半 BC监管部门仍未对涉事的 无牌日托中心给予任何惩处 CBC的报道称 这样的事件不仅使父母们感到恐惧 也再度引发了全国性辩论 加拿大的托儿所安全吗 有执照的托儿所 为什么没有足够的位置 事实上 加拿大各省对没有牌照的 家庭托儿所幼儿院 有人数限制 在安省 家庭托儿所人数不得超过5人 但由于缺乏监管 人数超标的托儿所并不少见 有投诉说 有的家庭托儿所竟然高达27个人 孩子过多 保育员不够 托儿所不符合安全条件 就容易导致各种事故 所以 小娃的爸爸妈妈们 不管在哪个国家 给孩子挑选幼儿院 都得慎之又慎 千万不能掉以亲心啊 加美两国修改 纳普塔的谈判 几乎毫无进展 让联邦总理小特鲁多 不得不想着开拓 其他的国际贸易市场 本周 在暑期过后的第一次国会议上 联邦总理小特鲁多 和国际贸易多元化部长卡尔 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CPTPP 此举似乎是在向美方施压 又或者是 家方高层已经做好了 同美国谈判破裂的准备 据本地英文媒体CTB报道 在9月17日 加拿大国际贸易多元化部长卡尔 在国会议宣读了CPTPP 部长表示 CPTPP将促进企业和各经济成分增长 从而大大提升加拿大的GDP 并称加拿大特别关注日本 马来西亚 新加坡和越南等国 联邦总理小特鲁多 随即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发布了一条消息 力推CPTPP 称该协议有助于刺激本国就业促进商业等等 前总理哈珀曾非常看重这个经济协议 认为它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和就业 在2012年10月 加拿大正式加入了TPP 然而在小特鲁多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政府上台后 TPP遭其摒弃 2017年1月 美国宣布退出该协定 这令该协议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在随后的谈判中 小特鲁多也随着美国的脚步态度趋于强硬 一直不肯签订挽救TPP的协议 然而 随着加美两国的NAFTA谈判迟迟没有成果 小特鲁多又将目光放在了CPTPP上来 业内相信 联邦总理和部长力推CPTPP 是在向外发出了一个信号 贸易至关重要 政府在国际贸易谈判及寻找新机会方面持开放态度 不再紧盯着NAFTA了 不过 联邦总理小特鲁多还是盼望着NAFTA谈判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并对此充满了希望 他于本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最近的几轮谈判有所进展 离最终的决策点又近了一步 总理依然强调 加拿大会坚持自己的立场 否则宁愿谈判破裂 列治文一名华裔市民搬入新居仅两个月屡屡造贼 接连发生了入屋盗窃以及两次的汽车财物被盗事件 他对列氏的治安倍感担忧 大呼 列治文没法住人了 他已猜测因为住所位于豪宅区 所以成为了贼人垂涎的目标 皇家骑警则对媒体表示 列氏最近的入屋报欠案有大幅上升的趋势 呼吁市民提高防盗意识 今年7月初才搬入列氏Gilber Road 夹Fances Road附近移动民居的刘小姐 早上出门时惊讶地发现 停在家门口车道上的汽车又被小偷光顾 车内虽然没有贵重物品 但所有角落的东西都被翻出来丢在车座和地板上 放在一个非常隐蔽抽屉里的钉底零钱 也被贼人偷走 不过行车记录仪却在原位逃过一劫 刘小姐立刻查看车库门前的摄录机片段 发现于周二凌晨两时许 一名留有胡须的中东或南亚裔年轻男子 打开他的车门行窃 他身穿黑色外套 身上背着背包 包里似乎已经装了不少东西 他说他的汽车是用指纹锁 有时系统不够灵敏 导致没有锁好车门 但车内并无放置任何贵重物品 相信贼人是寻找没锁好的车辆下手 刘小姐今年7月初才搬入这一街区居住 7月8号她请工人到家中安装玻璃 那时候还未正式入伙 只是把一些衣物化妆品等搬了过去 家里还放了一些装修材料 第二天她就发现家中被人入屋盗窃 所有名牌衣服 鞋子 化妆品都不见了 装修材料也一起被盗 总值近8万元 刘小姐表示 她原本住在列治文5号路 夹堪比肉附近 几次忘记锁门或关车库门都无事发生 现在搬到号称豪宅区 尽管自己的房屋并非豪宅 但仍接二连三被盗 令她认为豪宅区更易受贼人青睐 列治文奇景发言人黄汉青回应媒体说 空置的民居往往成为贼人抱窃的目标 若门口杂草很高 有报纸堆积 都会让人知道屋内暂时无人居住 另外她建议市民多与邻居交朋友 大家守望相助 当看到可疑的人出现时 可以及时查问 她还提醒市民 不要在车内放置贵重物品 如导航仪 行车记录仪等 有时候 人们把手机或钱包留在车内 都会吸引贼人犯罪 对于喜爱极光的人来说 亲眼所见的极光是无法用照片所展示的 在浩瀚缥缈的夜空中 一条条闪着别样光彩的光影 游荡在天空 缓慢舒展的移动 敲动着美妙的音乐节奏 震撼着你 那么在加拿大 去哪看极光好呢 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追光圣地的沧海遗珠 黄刀镇 很多人认为最美的极光 只会出现在北欧 或者阿拉斯加的夜晚 其实不然 加拿大西北地区的黄刀镇 才是最适合看极光的地点 黄刀镇曾被NASA 评为全球最适合看极光的地方 由于黄刀镇位于加拿大西北地区 地势平坦 无过多的阻挡 可以更直观地欣赏美丽的极光 有数据显示 在黄刀镇待上三天以上 看到极光的概率在98%以上 更重要的是 黄刀镇距离极光出现的位置极近 低于50公里 极光触手可及 黄刀镇有一个全集地 唯一的极光观赏台 去市区近25分钟的车程 观赏台平坦宽阔 内有大型保暖室 各类设备一应俱全 还有各类甜点饮品 此外 观赏台还有两座原住民传统账目 绝对是摄影爱好者的首选地点 让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 另批西近的奇幻之旅 白马市 俗话说得好 左擒黄刀右牵白马 在加拿大 除了黄刀镇 另一个看极光的最佳地点 就是白马市了 身处玉空地区的白马市 虽说不是绝佳的追光圣地 但此处远离工业污染 自然淳朴 空气质量也是全球首屈一指 观赏到的极光更为绝美 此外 由于白马市过为偏远 看极光的游人相对较少 所以物价花费也比黄刀镇便宜 当然 该有的追光设备都是齐全的 可以不用担心物资匮乏 玉空地区更为寒冷 晚上温度零下几十度 想要在郊外看极光 寻路帐篷营地当为首选 营帐中 采用保温材料设计 内有篝火炉 以及日常用品 住在此处 不用担心寒冷 看完极光 还可以美美地睡个好觉 省去交通的折腾 虽然相对于阿拉斯加和北欧 加拿大的极光显得冷门 但是若有闲心 不妨去一去 感受下最靠近北极圈国家的别样风情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新闻 感谢收看港湾播报 我是主播菲尼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会 读懂温哥华 从温哥华港湾开始 真正的本地新闻 即时最热接地气 玩玩乐乐温哥华 大温一周好去处 各类本地休闲娱乐资讯 舌尖上的温哥华 BC倍原创美食微杂志 打造温哥华美食地图 温哥华港湾 大温最火的中文网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